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一期科技乱顿 今天我们节目的录音时间是2022年的6月4日 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些退出大陆的海外服务们 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海外的服务 慢慢的要退出大陆 其实这几年其实一直有这样一个趋势 从当年的Google推出大陆一直到今天 其实在这中间我们倒是 因为也看到有一些友台 今天有一些节目录完了之后放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倒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讨论 当然我们的认知也有限 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在留言里面来补充我们的观点 先说一下前情提要 前情提要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天 陆续的RMB和Kindle先后宣布 在中国大陆退出服务 RMB是表示会更专注于为国人的出国提供服务 也就是说你还能用 但是你出国的时候订海外的房间可以 但是国内的就没有2B这一端了 就是没有房东的这一端的业务了 这是RMB 那Kindle则更干脆 就是说彻底退款官服务以后 而且现在大家反映美区还有别的区 其实访问也比较困难了 那等于是Kindle就算一个比较彻底的退出 再包括之前大家其实也会发现 我不知道 我好像记得节目里聊过 就之前好像Kindle在各个商店的硬件的销售 好像也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也觉得好像是怎么讲的 意料之外预料之内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团发了一个公告 说要接手RMB的这些房东 然后RMB同时也发公告 说他对国内的民宿的服务去开了一个接口 能够去同步这些房东的数据 能够让房东做更持续化的 后面他还能在别的平台上继续的经营 这是一些前前提要 当然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些海外的服务 要慢慢的去退出中国 反正我觉得大家退出中国的原因 其实都不太一样 只不过是有这么一种特点 就是因为咱们网民不是一直在诟病 国内的不管是监管也好 还是其他的这种业务环境的问题 就是把外企退出中国当成一个标志 就是每一个外企退出一次中国 都是一次标志 它好像是都往其中某一个原因上面去加砝码 就是你看又不行了 又退出中国了 就产生这么一种感觉 你看包括之前那个领英 领英是去年吧 我印象中 去年 反正时间也不长 对 就是大家纷纷的往外退 到最后呢 反正我的感觉 我的印象好像 之前好像还有过一些文章来盘点 说仍然留在大陆的国外的互联网公司 确实没几个了 但是我自己的观点啊 我就觉得这个原因可能各有不同 这个事儿 这个叫什么不幸的人 各有各的不幸嘛 它并不是因为 什么监管问题啊 或者什么的 大家都会归因于监管 因为大家对监管不满意 对 因为大家对这个不满意呢 就会觉得 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的 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 因为这次的事情出来之后呢 我也看了一下朋友圈里面 大家的讨论啊 很多朋友都说这是监管问题 就像刚才某高老师说的 而且特别悲观的认为 这就是一个脱钩的开始 你看这个越来越加速了 大家慢慢的 这个海外的服务 是不是以后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和海外的互联网分割 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界限就更加清楚了 就像刚才某高老师说的一样 我倒不这么觉得 会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一致化的去归因 都是监管问题 都是这个什么 这个审查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我倒不觉得应该这么去做 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去看一下 每一个个案 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特别有趣的是 这次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都是一些服务型的互联网公司 Kindle RBNB 其实他们并没有在国内监管语境下 显得比较敏感的 这个内容类的业务 或者是社交类的业务 准确的说 他们是工具型的业务 工具型的 就是服务 或者是工具型的业务 对 所以并不是说都一样 你看之前Google 推出中国文 知道它是一个内容型的业务 那么LinkedIn LinkedIn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觉得可以单了 这件事情 但是你看RBNB Kindle 其实都是服务型 或者我们叫工具型的业务 当然有的朋友会不同意 说你看Kindle上不都是书吗 那还是那种 但是这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区隔 这个我也请教了隔壁友台的半只土豆老师 因为他是一个出版界达人 实际上Kindle做的是一个分发渠道 书不是他出的 书是有版号的 是经过我们出版部门的许可的印刷出来的书 他才能电子化在Kindle上去分发 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更多的 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是一个工具型的公司 或者叫服务型的公司 所以他不太一样 他们只是服务渠道 不是不太是内容 但是RMB也同样 他更是服务属性 而不是内容属性的 完全就没有内容这么一说 所以这个跟当年Google推出中国 其实不太一样 我看那个iPhone的一个文章 说其实中国的这个收入 在整个RMB全球收入只占大概不到1% 对很低 对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于RMB来说 可能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把这个业务会做缩减 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考虑 而且他受疫情影响也会比较大 对因为可能他对于他的上海 北京这也是他的一个重点的地方 对吧 那如果这两个城市这么说 比如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人入住的话 对他来说可能也会很怎么说 也会很焦虑 对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回的一个问题就是 疫情的影响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延伸吧 那那个Kindle 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之前我记得是有个人送 就是送给我一个Kindle 就是那个 然后呢 我记得我当时用了一下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背光 实在是让我受不了 为什么呢 我记得我在节目之前讲过 还被苏妻嘲笑过那个读音吗 那是前年吧 还是哪一期咱们聊我 关于那个 紫媒体的时候 好像聊过这个话题 但是只是一句带握 但我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 我因为那个背光 我不是有 所以我就没有再用 而且我当时看了一眼 里边的书相对来说 都可能不是我想看的 那我觉得说 可能我就包括你们和周围人 都就都会说说 Kindle可能在国内 没有真正把这个事情 往国内上面去 真的去贴近 另外呢就可能还有大家总说的说 因为手机现在变大了 个人是确实是不太想 既带个手机 就带一个电子书的 那可能我更愿意说 两个东西二合一 因为我又不需要吃泡面 对吧 对啊 所以说那他就来说 所以那个Kindle可能 弄房已经不到 叫我扔哪去了 可能打开用了两天 然后就再也没有用过 我记得我们就好像去西亚图 餐厅观过那个Kindle那个 对 去亚马逊餐厅观过 那个产品墙 对 确实他们出了很多代 但是呢 你这个电子的 虽然这个东西 它做的再精美再怎么样 可能还要看内容 对吧 你的内容挺丰富 对吧 大家听别人说的一本书 你在这一搜 那就有 那对你就有用 但是如果大家说的书 现在他都没有 那你可能对这个东西 你的吸引力就会变小 那他是不是里边 是不是都是一些 比较成就的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可能对于大家 就没有吸引力 因为书我觉得 在大部分时候的情况 也是读新不读旧 对吧 你总不能说 现在都2022年了 你非得去读2020年的书吧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蛮难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一会儿咱可以展开聊 因为今天我们在录音之前 也征集了一下 听友们的提问 我们的听友冷水煮面也提到 他说想让家庭院讨论一下 这两个推出中国的服务 是因为竞争因素多一些呢 还是因为监管因素多一些 而我觉得 就是刚才某老师和老高也说了这么多 我是觉得在中国可能 我们只聊这两个服务 这两个服务有可能是竞争的因素更多一些 来促使了他有退出的这样一个行动 刚才老高说了 这个Kindle的内容丰富度的问题 当然了 如果我们深究这背后的原因 那当然我们要引入到 比如说这个书号 出版规则 等到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但是表象出来 我们就会发现 Kindle其实在里面会存在一个 那种不足的一个现象 但是它的内容不足 并不是因为Kindle的内容不足 而是我们本身书籍供给的内容的多样性 就没有这么丰富 所以它导致在国内用起来 就是一个相对来讲 有一些鸡肋的功能 或者是说授权 我们其实曾经跟我们的一位嘉宾讨论过 说把你的书是不是能够把电子版的授权给我们 我们把它做成音频的节目来帮助你的这个书 变成一个比如播客节目 或者一个有声书的内容 来帮助你通过音频的形式 再做一次出版 那最后嘉宾给我的这个答案是 我跟出版社签的时候 出版社就要求把所有渠道 所有内容形式 你都要授权给我 我才把你出这个书 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了说 我去拿下这个作者的版权 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 而且在中国有书号等等 这些资质的这个门槛 就会导致这个内容 你就很难说 我把所有内容电子化 包括亚马逊上面 他以前有那个无限阅读的那个计划 因为发现里面 都是一些比较鸡肋的书 说实话 都是比如说老书 或者是引进的一些 引进很多年那些书 村上村树的那些书 等等都是那些 所以他这个内容到底有没有竞争力 我觉得两方面 一方面是说 因为这样一个出版文卡 在国内出版文卡导致的内容 匣子之类的这样一个问题 同样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在这样一个监管语境之下 他能不能更符合中国国情的 去丰富他的内容 这也是一个挑战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说 他在国内的竞品 比如微信读书 微信读书怎么做起来 可能有些听友不太清楚 但是我比较清楚的是因为书期应该是微信读书的第一批的用户 他曾经也在节目里聊过 他用微信读书这个硬件的体验 但是微信读书一开始 他在首页主推的是什么 不是有本号的图书 是网文 是玄幻小说 当然那些东西我可能不会去看 老高可能看的多 我可能不会去看 但是往往他通过了这个办法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出来 这是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更愿意去接地气务实的去做一些事 但是亚马逊做的就是图书出版渠道这么一件事 但是在中国他复合复复合这个实际的国情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也看了一下数据 2021年4月23号发布了一个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 中国的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是4.76本 纸质的电子书的阅读量是3.3本 比我想象中要多 因为我知道我很多认识的人 家里真的是没有一本书都没有 除了课本 我不知道他这个调查有没有包含课本 教材 字典 工具书 应该是不包括 在节目录音之前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调查 我说多少朋友是看到了 Kindle退出中国这些事情 才想起来你还有一个Kindle 其实我看了一下 我不完全的统计 在我朋友圈里至少70%人是这么看的 就是真的是Kindle退出中国之后 有这件消息 我终于把Kindle拿出来充上电 我再打开他一次 70%的人 当然我在别的睡觉媒体发这个调查的时候 也有人表示不同意 他说他读书很多 Kindle这个刚需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看一个大样本的一个情况 大样本的情况 刨去装逼因素 打引号的装逼因素 可能更多的还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我也是Kindle的第一批众户 但是Kindle给我体验 一开始体验真的蛮好的 就是我不能买指示书了 我随时随地 而且很轻 随时随地我拿出来在地铁上 我都可以读 但是真的能够坚持多久 我可能算是坚持比较久的 我Kindle里我昨天真的又打开一下Kindle的APP 我看了一下 我在Kindle里真正满打满算阅读完的书 其实还是不少的 我相信我比绝大多数人都多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这样 这还是基于说一个人均的平均的读书的数量来决定的 而不是说设备怎么样决定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背景之下 那Kindle在中国活得怎么样 他虽然没有公布数据 但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一点尴尬 我觉得他肯定活得不咋地 你说我已经算重度的Kindle用户了吧 我说的重度用户其实不是那个阅读器 反而那个阅读器我很久没充电了 虽然我也有一个 我是因为这个用手机上面的Kindle 就是因为碎片时间嘛 就专门装一个阅读器感觉有点过于隆重 所以就是在抽空用手机上的Kindle来看书 所以体验就是我就这个比较喜欢他买书很快 就唯一就这一点 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体验了 我不用等快递了 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体验 对 你想他比较重要的那些多设备同步之类的 其实经常出问题 特别讨厌 我昨天数了一下 我这个Kindle的我的账号里边 现在有200本左右 因为里边的书基本都是读过的嘛 所以就用了这个Kindle这个账号 这么多年看200本书 也还行 也不算特别少 差不多 咱俩数可能真的差不多 对 我最近主要是还立了一个flag 对 所以读书少了 写书多了 我最近立的flag是读书的flag也有 我立了一个一年100本 最近你的flag有点多 什么每天更一篇blog 然后读100本书 然后每天画一个三维的图 这个一会咱还可以聊 对 你最近这个flag确实有点低 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flag就两个 就是一年100本书 300篇blog 不少了 你君到天就不少了 对 但是这个书 其实我今天很客观的 冷静的思考了一下 我应该能完成50 100有点悬 你肯定的 三天一本吗 三天读一本书 你别干别的了 对 老板听见你该不开心了 你肯定摸鱼看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手机抽空来看 你整块时间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又扯远了 扯远了 就是扯到了大家的阅读习惯的改变的问题 就是其实这些年 因为有互联网 有移动互联网之后 大家在阅读习惯上的改变 或者叫信息获取习惯上的改变 其实是变得更碎片 或者是如果我们用高情长的说法 其实是更多元了 所以到底这个指质的这种长阅读 还对大家获取信息 在这个大家获取信息的这个比例里面能占多少 我们真的不是这么乐观了 这客观现实 很客观实际的一个情况 我们并没有褒贬这件事情的意思 就是你到底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这事不好说 对 而且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长阅读本身并不比其他的形式高贵到哪去 它就像我刷快手还是刷抖音 咱谁也别说谁 反正都是刷短视频 对吧 其实读书很大程度上来说 咱除了那些做研究的人之外 一般的普通人读一些书 其实还是在消遣 它是一种娱乐 你把这个时间拿去看电影 还是看短视频 还是跟别人聊天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没错 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把读书这件事情 标榜成一个 我就比别人牛逼 我比别人精英 这样就不太好 我感觉 我来自报一下 我应该已经 好像挺长时间没读过书了 因为基本都是在电脑上 读文章类的吧 但是可能有一些长吻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 但有时候你可能是想去获得一个信息 或者是得一个支持的话 其实你不一定会得从书里去得 你只要能够满足你的信息获取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就是在 怎么说 就是在读 当然这个话说两头 我觉得就是系统化的阅读 还是对整个提高自己的认知有帮助 这是肯定是 比如你读一个相对系统化的长篇著作 跟你看这些拼凑出来的文章肯定不一样 我们并不是否认长阅读的价值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大家获取信息的习惯 真的是越来越碎片化 如果我们长期的去看碎片化 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们今天没法得出结论来 我只能这么说 对说完Kindle 我们可以说一下RMB RMB可能咱们三个人 我们算是一个 我和舒奇算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重度的用户 但是这个重度也是仅限于说 在海外用 我们真的没有在国内用过RMB 更没有当过房东 所以可以从我们海外 用RMB的一个体验跟大家聊聊 RMB退出中国 这背后我们猜测了一下 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用RMB 应该还算是RMB 上信用等级比较高的用户 就是基本上 我们去订房 很少有被拒的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 但是很少被拒的情况 我们在澳大利亚 比如说我们找了 住过森林里的一个 动物保护主义者 自己小房子我们住过 墨尔比尊海边 德国老两口 在我们旅游类的节目里 大家都可能都听过 老两口孩子在海外工作 老两口在家没事干 开了一个RMB 带着大家满厨砖 然后旧金山 我们住的时候 然后我们美女房东 应该是个台湾人 我记得 我们柜子里都是零食 包括湾区的 上次我们节目也聊过 让我们给了修WiFi的 华裔的房东 都特别有意思 这帮人怎么讲 我觉得如果RMB 在海外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你住肯定是住 但是更多的是 深入到当地 体会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甚至跟房东交朋友 社交的这么一个工具 而不是说像国内的 这样一个 比如说我 房东要搞一个 非常高大上 印丝封的一个装修 然后我把这个 所谓的民宿租给你 从里面盈利 它这个的目的 其实在海外相对来讲 要低得多 更多的其实就是 房东提供出来一间房子 甚至就是一个沙发给大家 然后其实在里面 大家会有一个社交 或者是 有点像以前的青年旅社 我总感觉 大家知道青年旅社 如果你住过的话 你知道青年旅社 最核心的东西 不是那间房子 而是青年旅社里面的 那间大客厅 这是它最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RMB更多是这样的 而且RMB 在国外是什么 它其实是BNB的 一个基础升级 BNB是什么 BNB就是床和早餐的 这个英文的缩写 对 你刚才说的那儿 我就想起来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这些 所有的体验 所有的体 这个深入到当地居民 这种感觉 其实是BNB的精神内核 没错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它这RMB加利爱 只是给了BNB 一个新的货货取道 通过互联网来做了 但是在国内 以前是没有BNB的 那RMB来了之后 就变成了所谓民宿 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生意 说起来这像不像博客 同学们 哪个角度看 Podcast 其实是Podcast的 一个技术升级 在海外 其实是这些广播电台 把自己的节目 分发手段 变成了在互联网上 去做分发 对吧 RMB其实也是 BNB的一个升级 它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但是在国内 无论是博客 还是RMB都变成了 一个新生意 因为它之前的原型 在国内没有存在过 你说这个 我想起了Apple Pay 就是Apple Pay 其实是个代替信用卡的东西 对 但是在国内 因为其实大多数人 是没有用过信用卡的 虽然说咱们周围 好像挺多 对吧 所以Apple Pay 大家也没觉得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对 所以大家还是扫码 觉得这更方便 对 讲Apple Pay 这个事就更奇怪了 这个咱挖个坑 回头再讲 支付这个坑 其实挖了很久了 回头再讲 它跟内容传输的渠道 或者说每一切渠道 可能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生态 更加复杂 对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不一定Apple Pay 就是很多在 比方说美国或者硅谷 他们发明的新的东西 新的模式 其实是和它过去几十年的 社会上的某一些 另外的东西 形成替换效应的 是一种升级 但是可能放在中国社会 过去那个东西没出现过 这时候空降了一个升级的东西 就税途不服 对 因为它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前在海外 它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长期的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消散了 或者是大家已经有了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是共识 但是在国内 它变成了一个新东西 那以前过去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间的这些事情 它要重新的来一遍 那这个时候就带来了新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 现在来看 我们今天只聊Kindle和LMB 我总觉得这个可能是 这些海外的服务型的公司 在国内税途不服 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民宿这个东西 可能和酒店行业有点像 对 你可以从你酒店的角度聊聊 对 我对酒店行业算有一点了解 不是很多 就是我们知道酒店行业 其实在国内是一个 监管非常严格的这个行业 可能大家有一些细节 大家一说就能感受到 就是大家在 比如说携程上订酒店的时候 会有一些酒店 后面有个括号写的内宾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能接待外国人 然后这个 大家住酒店的时候 如果你要上网 你会发现你需要 哎 弹出一个页面 你要填手机号 这个验证通过了 你才可以访问网络 这些东西呢 全都是 包括后来 是很多年了啊 其实最早还没有 就是很多年了 就是要酒店 要必须要实名登记 人家身份证 后来甚至还要扫脸 对吧 就是我们整个的 这个社会啊 还是倾向于控制大家的流动 虽然说现在 不能这么讲 但是所有的手段呢 还是说 我要发现流动的这些人 我要知道他们是谁 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啊 所以 民宿这个业态 其实是有点擦边的 或者说 在缝隙中成长的 你会发现 那如果说 作为中间的这个对接的平台 他没有 他如果还是像在国外那样子 他做的事情很少 他只做一个信息的流通 那很多事情呢 其实解决不了 那如果他要做的多一些 比如说他要去解决 两头的信用 解决中间的这些 失明之类的问题 那他的运营成本 又会增长很多 这其实可以认为 是跟监管有关系 但是不是特别直接的那种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民宿 这件事情来讲 长久以来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就是在 比如说住宿登记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中国是法定的一个义务 你提供者是一个法定义务 但是住宿登记这件事情 在民宿里面其实被淡化了 这些东西呢 都有赖于各地的监管 比如这个地区的 有关部门说你这个民宿 要纳入监管 那好 你必须就要纳入监管 有地区呢 可能就管不了这么多 那也就那样了 比如说 我们前几年去丽江啊 住这些客栈 你会发现 没几个登记这份证的 说实话 这几年什么情况 不知道了 不登记这份证 也得扫交码了 反正 反正就 你反正就 大家都是在这一个 缝隙当中经营 这也是中国的一个 国情和特色了 就是新的东西 大家通常都是在 缝隙当中经营 然后我们再去寻找 一个更好的监管手段 这个也确实是存在 但是RNPB而言呢 它作为一个海外的企业 到中国 难免就会 跟这些 合规问题 来进行一些碰撞 对 通常来说呀 成功的企业 是这么做的 就是它在业务落地的时候 一定会在一个 政策的缝隙里 对 然后呢 它猥琐发育 当它发展到一个 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 一个商业力量的时候 监管部门就会跟它 讨论来了 对 它会主动寻求 和监管部门的对话 然后在里边 争取政策空间 这个时候呢 它 不管是它作为行业的 领军者 还是也好 还是说 它为了 只是为了自己也好 它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夹缝变成一个 正常的一块空间了 但是呢 我怀疑 非常怀疑 国外的公司 其实不是这么想事情的 就是说 他们可能 这只是可能啊 咱们节目里下猜 就是他们可能 习惯于国外那种 法规非常 非常稳定的情况 我首先寻求合规 对 它不存在一个夹缝 并且把夹缝 称大这么一个心理预期 所以说 当他撑这个夹缝 他一定会跟监管 来回扯 对吧 如果是一个国内企业 很懂国情的话 我就拼命扯 扯来扯去的 我就赢了 但是他一遇到这种压力呢 他可能就收缩了 他就后退了 甚至说 监管可能提出一些 不切实际的管理意见 管理要求 他就遵守了 结果他的成本就超高 那其实国内的竞品呢 可能压根就不遵守 反而跟监管去吃两顿饭 可能这事就改变了 这个 你说 你说他是国情吗 他也是国情 对 他就是国情 他就是国情的一部分 真的就是实际情况 说出来呢 在节目里说出来 很有可能 大家会说我们政治不正确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不就这么一回事吗 我至少在协城的民宿里边 是翻过一些 但我觉得里边大部分 或者说至少有 相当一部分 已经变成那种专业的 就是说他至少有几套房 这种 怎么说 专业房东 对 就专业房东了 甚至有一些 他就是公司 然后把他的这种 可能不太符合 酒店要求的房间 都放在民宿里边来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假设想住个傅寺 对不对 但你知道酒店里是没有的 对吧 你见过哪个酒店里有傅寺呢 没有 只有民宿里有 但是呢 如果说你比如说 有两个夫妻 他关系比较好 他就想住在 比如楼上楼下 对吧 这样呢 可能凭着吃个饭啊 喝个酒啊 他比较方便 那就是他只能去民宿里找 对吧 但是民宿 他就有一个 称之不齐的问题 我记得前 前段时间就有人跟我抱怨 他说 他去找个民宿 因为呢 他当时的是行政法带兴 他就给那个人去 就给所内的专业房 房东打电话 然后那个房东说 没问题 他就订了 结果订了第二天 又给他退款了 结果再去问 他说不能住 那你说这不就很麻烦吗 因为你一个的行 你的行程可能已经很近了 就是又面临说 我还要去找其他的 这个民宿在重新沟通 在中国呢 民宿由于是一个新东西 其实还真的跟博客一样 就是 就快速的从UGC变成了PGC 就大家很多专业的房东 或者是专业的公司 运营公司 代运营的公司 其实参与到了这个生态链里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跟本身国外从BinB出来的 这一套逻辑 在RNB上经营的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他们会追求 营销 推广 追求这些东西 比如说要把我的房间装修成 比较高大上的 所谓的印丝缝 当然我们不是说印丝缝 多高大上了 就是比较容易拍照 容易推广 容易传播的印丝缝 或者小红书缝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东西来做运营 来做推广 让更多的人来住 但是做这些事情 在海外很少有人这么 就是刻意的这么去操作 比较少的不能说没有啊 确实是在我们看来比较少 这种情况 所以这里就形成了一个 完全截然不同的运营逻辑 那RNB负责运营的团队部门 能不能适应中国市场 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会发现 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特殊化 跟它之前的运营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知道 RNB当时怎么做起来的 这个故事还是蛮有趣的 当时他就开放了一个平台 让大家把房源传上来 把照片传上来 然后让大家去 就是撮合订房 让大家去订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呢 会拍照的房东的 这个房子的预定率 明显要高于拍照 拍的不好的房子的预定率 哪怕那个房子更好 这个时候RNB就干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增长行为 他就在全国各地雇了很多 专业的摄影师帮房东拍照 我帮你把房子拍好看了 传到RNB上 这是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中国你发现不需要了 因为房东比谁都会拍 这个就变了 所以他的运营手段等等 这些东西 是不是能够符合 中国市场一个特点 我们就不知道 再加上刚才 莫高老师说的这些监管等等 这些海外公司固有的 这种合规的这种倾向等等 这些东西就不好说了 我们的听友史林也聊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他们高估了品牌的价值 毫无疑问 中国人不信邪 满足自己需求品质的基础上 性价比永远是第一 而中国制造 中国服务的低成本 也超出了他们想象 我倒不这么看 这个所谓的低成本和性价比 在咱们的节目里 总觉得它是一个伪名题 因为从来不存在性价比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你说的性价比到底是什么 不太知道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 其实是在于 他们所提供运营支持 提供服务的成本 因为中国市场的特殊性 导致了这个成本 在无限制的增加 这就会出现了麻烦 我想到如果说成本的差异 可能也有一点在哪呢 就是因为 这种增加的运营成本 比如说由于监管 或者什么增加运营成本 理论上来讲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对吧 对 但是 但是因为这个海外这些公司 它可能是总部决策 它造成了这个 本土团队没那么强的能力 或者是这个资源 来做这个 跟本地团队一样的竞争 就是本地团队 可能本地的运营团队 总部已经授权了 说你们可以搞 但是你发现它搞来搞去 就要在产品上动刀 那产品技术团队都在总部 那你排期吧 对吧 你提个需求 要不然你就 在中国独立做一个APP 这个事可能性又不大 我们很难猜背后的原因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我们无脑和懒惰的 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到监管的头上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你看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 还能这么讲 证明我们还是很客观的 对 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说监管这件事 它不是一个蒙着眼睛的监管 它同样是要听从业者和市场声音的 就看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去和他沟通 和他对话 其实我们很多推出的监管措施 措施都是他们商量出来的 就是被监管者和监管者商量出来的 对 其实绝大多数的措施不是蒙着眼干的 对 如果你觉得来了一个监管措施 对你来说措手不及 把你的行业 把你的业务干掉一半 甚至打趴去了 这只能说你前面的工作做失职了 就是你没有去积极沟通 这些监管部门的人 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想象 这些非常官僚的官老爷 其实不是的 他们也愿意跟大家交流 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不就是苹果吗 对 苹果你看人干的多好 所以不一样 我觉得咱不能说来了一个事 咱就忘礼一归音 好 监管干的好事 这也不对 关键是他对你去做事情 没有任何帮助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背后的这些原因 他为什么 因为毕竟你别管是作为一个创业者 还是作为一个职场人 可能更多的你要看背后的这些东西 而不是我们简单的去做归音 去在朋友圈里发泄一番 然后我就结束 这个信息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无效的输入 因为你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 获得了输出 对吧 痛快嘴这件事谁都会干 但是他没有用这件事 对 我想说的反正是这个 当然关于Kindle 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卫星也提到了 他说关于Kindle退出中国 他的一点感触 Kindle进入中国以来并没有赚到钱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它的产品和运营受制于总部 对市场或用户的响应不及时 例如网站上有新愿单这样一个功能 默认不能设为隐藏 新建的新愿单不能宠命名 对第三方字体兼容性差 用户购买电子书只能一本一本的支付 不能一起下单 经常合集书买的价格比拆开还贵 用户反馈这些问题迟迟得到不了改进 其次呢 在国内盗版电子书泛滥 巨头烧钱的环境下 一直没有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对于更细分的阅读市场 比如说漫画 PDF 手写 书写等等 没有资源投入 包括阅读器 研发和内容的生产与分发 用户只能读 做笔记和导出批注 极其不方便 最终沦为泡面神器 第三 Kindle没有在开放生态上下功夫 国内的竞品几乎清一色的 都是安卓系统 无论是电子书格式 还是阅读APP 都比Kindle的可玩性高 综合以上几方面 挺为Kindle惋惜的 这个也总结了 刚才你们二位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响应的问题 跨国团队的响应 其实这是海外公司 一贯以来的 这个谋病 一直是这样 从当年一去开始 一败一去开始 就这德行了 这也没有办法 卫星说的这几个点里面 有一些点我是不同意的 比如说国内竞品清一色 都是开放系统 不是 比如说你看掌月什么 虽然是安卓二次开发 但它也是封闭系统 你也装不了自己的APP 就只能装它自己 自己做好的那些 或者它引入的那些 也不是都是开放系统 这个不是 不太一样 包括它这些 做笔记 导书批注 这些功能 在国内的这些阅读器上 到底做怎么样 也未可知 这个我们不展开了 这个不然的话 就变成电子阅读器评测了 这个回头 我们拉着书旗 会再单独聊 它对这个东西 是中度融合 它读书量可能比我高 未来是怎么样子的 海外的互联网公司 别管是内容型的 还是服务型的 这些公司 到底在中国的市场的未来 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还有大量的 海外的互联网公司 在中国 虽然好多人说 退的差不多 其实并不是 还有很多 在中国有业务 那他们到底会怎么样 你看有很多 什么印象笔记 AWS 微软云等等这些东西 有2B的 也有2C的 其实还有蛮多的 那他们在中国会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就是有一些 比如像 像那个微软云 这些我们也用 因为我们想做一些探测点 其实我们是跟微软 跟微软 跟亚马逊 跟那个Oracle 其实都去谈了 但他们的问题就是 他们因为云的一个特殊性 所以只能是走代理商 和在国内授权的一个方案 所以他们的方案 就会有 它有时候会比较死板 就反而是说 就是因为我们想 开发票 所以才不得不去找 这些代理商 但代理商呢 也不是说 他的态度不好 他有时候 他也只能是按照 所谓的既定方针办 这就很麻烦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希望说能够 有的时候 希望能够按月 这个来付款 但有个公司 他就说 你得先充值 他说我们的规定 就是这样 充值这事就非常烦 对 你没法 你财务没法处理 这个事 就是很麻烦 因为你 你比如说 你要比如说 我假设我这个月 比如或者我出了半年的钱 但他用的快了 他什么时候 比如钱没的时候 或者快没的时候 那我再想想出 可能就很麻烦 那万一服务被停了呢 对吧 这个就 财务摊销也特别复杂 但至少我是知道说 可能有的时候 还是说很多公司 拿着国 拿着他在国外成功的样子 复制到中国 那这样就 有的时候就会 很 就对我们来说 可能体验并不好 对吧 而且你想 每个国 每个国 就是咱们 咱们不说其他国家 就中美 可能很多时候 比如说 气息化 各方面 差异很大 你拿着美国 现在的东西 来给中国 中国的企业用 那可能这边就是 并不适应 对吧 就咱就是说 这个说的 中国的最好的 这个 远见是什么呢 Excel 对吧 那这样 你给一个公司 还只会用Excel的人 去用一个再先进的东西 他也不会适应 那包括还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中国的公司 很多时候 是因为它竞争太厉害了 所以它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因为竞争厉害 它没有时间打磨细节 但反而呢 国外公司是说 我的方向已经定了 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 去打磨细节 但是你细节对了 你方向错了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两边各有各的问题 你用着中国的东西 你会觉得它的细节很烂 因为它没有时间打磨 对吧 天天都是在改新版 发新版 国外的东西呢 就是细节很好 但它不合用 没错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很干操 这个其实还是国情或者市场的感觉 我特别同意老高说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 刚才我们说了这些企业水土不服 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在此之前 其实我们要定义一下 什么叫水土不服 因为它们其实都不是差的产品 它们甚至在细节上做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用的非常多 我们这个还是蛮清楚的 都不是差的产品 但是在国内的使用背景下 它就出问题了 我讲一水土不服的例子 国外的东西 到中国水土不服 可能大家都知道 比如开发票 这个水土不服 我讲一个反向水土不服 这个可能大家以前不太了解 就是我之前在这家 著名的海外酒店 这个集团 这其实是个海外公司 它是怎么运营呢 它是一个小集团 然后下面的尸体是很大的 业务都在下团 集团只做管理 这是个企业的结构 对吧 它在这种结构下 用国内的腾讯云和这个阿里云 就没法用 国内的腾讯云和阿里云 就是这个 在我们当时的需求是怎样的呢 集团要有账号 我能看见下属企业的账单 用量 对吧 但是钱是下属企业各付各的 我集团不付钱 这个时候只有微软符合要求 你发现这是一个反向的水土不服 可能这种管理模式在国外可能会比较常见 所以微软把这事干了 但是腾讯和阿里云就不支持 你看特别有意思吧 真的是互相不符 互相不符 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你看之前 前几天我跟元汤化验室聊那期节目 其实也聊到 就那期节目聊移民的 就在讲文化背景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高的一个门槛 不是你移民出去了 马上就能get到了对方的文化背景 产品也一样 产品别管是海外的产品进到中国 还是中国的产品进到海外 一定都会出现这种使用习惯 甚至是文化上的一些冲突和问题 还蛮多的这种事 而且我觉得国内企业也别沾沾自喜 你说国外水土不服 你先看看你自己 你自己这产品细节等等这些事 你要赶上东西太多了 这里就不得不点名批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叫得到 听到退出那天 那天就弄了一大字报 说我们要什么 就是Kindle走了 我们来了 就这个意思吧 就是细节咱就不说了 是一种推广方式 我也承认 但是好看吗 就是如果你得到到了国外 对吧 你退出了 Kindle会不会打这么一个广告出来 何必呢 为什么大家说替代品是微信读书 而不是得到 而得到推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微信读书并没有推 我就觉得不够大气 不够大气 不够大气 挺愁的 我现在特别明显感觉说 咱现在比如说跨国的这种文化差异了 你现在就跟一个大学生 一块生活一个月 你看看你们俩会不会插出一堆火花 不应该不叫火花 叫火星的 你这属于代沟 对 对 你这叫代沟 那你想啊 就跟我们在 我前年在尝他吃饭 对吧 大家就聊 说小孩啊 对吧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包括这个招人啊 就聊点 你会发现说 其实大家很明显 说你这个年龄 比如我们也快50了 你现在拿着你的年龄 去面对一个哪怕刚毕业 现在孝招的人 你去跟他聊说 比如你要干的事 那可能就会发现说 可能是不一样 是很不一样 跟你的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 对吧 20年前的你 把就把你和他 把你和现在的大学生拿出来看 可能真的差异很大 我觉得啊 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互相都要谦虚谨慎的问题 对 不是你老了 也不是大学生比你年轻他想的多 而是我觉得这是要互相谦虚谨慎的问题 这我想起来那天我在机课上看了一个帖子 我还回了 就是那哥们说 呃 飞书会打败PDF 这件事 就是我说这个前门楼的跨骨轴子 这哪也不挨哪的 怎么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 关公赞金穷啊 啊 就就无论是场景 方式 背后的承载 牧师 全部一样 他就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那就是一个 明显看出来就是一个刚毕业大学生 或者甚至说没毕业大学生去讲了 呃 他觉得新的东西一定会打 打倒旧的东西 打败旧的东西 我觉得挺好 有这个锐气挺好 我我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也这样 呃 但是是不是也要看一下经验 我我有一个观察 就是没有走走出校门的这个学生朋友啊 通常会比较上情主义 就我过去提过这个概念 对吧 嗯 就是说他这帮人现在开始谈 呃 商业模式 谈这些非常宏观的东西 这个呢 这个听友里面有这样的同学 这我建议警惕一点 啊 因为其实离得太远 会让自己有的时候吧 感觉有点不接地气 或者是真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就会面临这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挫败感 对 对 是 这我同意 哎 车车远了车远了 还有一个朋友给咱留言 这个留言我一定要读一下啊 呃 我那位听友叫小刀 这个小刀是谁呢 他自己就是AWS的员工 中国的员工哦 他他给咱分享了一个 他说非常搞笑的一个事 说今天下午两点啊 看到kindle停止运营的邮件 本来没啥感觉 毕竟跟我们业务关系不大 但是三点多又收到我们业务线VP的邮件 强调了kindle停服是他们的事 是正常的业务调整 重点声明了AWS在中国的战略会一如既往 会继续加强投入什么什么的 看完就把我们这位听友乐坏了 估计老板也想到了 大家可能会有什么负面想法 是不是AWS就是下一个了 还专门安抚了一下他们 反正这些事说回来吧 这一期节目呢 其实没有特别追热点 我们几个人也是想了想才录的这期节目 第一个我觉得大家不要简单归音 第二个作为个人面对这些海外服务的这种退出啊 等等这些事情 我觉得第一你如果是在国内做产品的 跟他们恰巧产生了这个竞争的作用 不需要沾沾自喜 因为国内产品确实离人家的那些洗劫打磨 客观来讲离的还是蛮远的 如果你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同学呢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灰心丧气 我是觉得还是得多看看别人产品怎么做的 就别形成这个信息检防 我华为最牛逼 这是最讨厌的一个事 对吧 所以带入人 而且你得带入人家的使用场景去分析 你别坐在这 你拿出来一个海外的产品 你分析 这个东西总不能开发票吗 垃圾 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你得带入人家的使用场景和这个需求去分析这件事情 你才知道人家在细节上的打磨是为了什么 这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 你别先出为主去想这个东西 他退出中国了就是一个垃圾产品 就是没做好 他在退出中国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 就别一锤子把人家砸死 这个没有必要 自己务求谦虚谨慎 这件事 而且我是觉得尽可能的还是用最适合自己的工具和服务 而不是先想这个服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但是你有特定的需求能处外 比如合规等等 这些需求能处外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本着一个开放和平常心去看这件事吧 而不是要在心里把这条线画得越来越深 什么是海外的 什么是国内的 而且我现在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把海外互联网叫成外网 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种互联网原教旨主义者来讲 这个简直就是邪教就得烧死 反正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对这个事盲目焦虑 还是那句话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们的领导说的 开放的大门只要打开 这个事就很难关上 也不可能关上 但是在大的历史进程当中 它有可能会抖动 这是一定的 但是大的趋势 我觉得 作为我们几个人来讲 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不然的话 关门那个人 我觉得肯定会遭到反噬 这件事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个案去过度的解读 过度的焦虑 因为听到退出之后 因为也是正好赶着疫情这个事 反正这些事都集中在一块了 我看大家都挺焦虑的 我觉得也没必要 大家聊下一个话题 聊点开心的 618到了 是吧 得给大家放放毒了 我们很少推荐东西 在节目里 但是这次呢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这个事怎么来的 有一天啊 王大夫 跑到我那说 你知道现在3D打印机都多便宜了 我说不知道 然后他就扔给我一个链接 我一看 870块钱 一台3D打印机 我说现在这东西这么便宜 因为我上次接触3D打印机 可能还得是10年前了 当时那个3D打印机 第一个他打的也不太好 二一个还hold贵hold贵的 我说什么呀 当时我就看一眼就扔那 我说这么便宜 是不是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我就买一个试试吧 对吧 然后呢 我就跟王大夫拍着胸脯 就跟王大夫说 你忙完了 我送你 这八百多块钱 咱就当成 王大夫给我们修手机的工具了 当成给王大夫买个工具 王大夫分完了 我给你买 然后我就给下单了 下单完就送来了 这一送来不了得 还挺好用 我现在天天在 在我们的区里看你们在这 在这秀这个3D打印的 就挺好用的 就是他的打印精度跟10年前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且现在他生态链丰富了 就是比如说各种各样材料都有了 从塑料的 PLA的 软的硬的 碳纤维的 发光的 叶鸣的 反正各种各样都有 那材料也丰富了 然后生态也丰富了 机器也没有以前这么难用了 感觉这个东西还不错 然后我就试着打了几个零件 感觉精度 可用性都蛮不错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消息 高兴的发到了群里 结果某个老师也种草了 说我也要买一台 然后结果他那台现在还没到货 就赶618买的 还没到货 但是还行 说说体验 就是感觉这个东西 就像我刚才说的 10年前跟现在的这个东西 完全不可比了 现在这个东西 有一点可容价值了 就是它打出来模型的精度 我能真正的打一个正经东西 拿来用了 这个跟1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 10年前我觉得 就打一些玩具 放在那摆在那 看好看 即可有意思 就装逼 但是它不实用 但是现在比如说 我打一个厨房的工具 打一个挂钩 那个壳子 我觉得都能干了 而且它强度各方面 因为材料它也能满足了 还不错 而且现在的3D打机 没有以前这么难理解 它虽然还是需要一点点工科的背景 比如说你怎么调餐 你怎么调平 你怎么去匹配材料的温度 因为它是融化之后去 我买不是光固化的 我买的是FDM的 就是它把材料溶解了之后 一层一层堆出来的这种 材料融化的温度 跟强度之间的关系 稍微有一点知识 或者你网上查一下 你也能用起来 这个不难 反正第一天 我们就开始从T站上去 下了一些现成模型 就打出来了 还不错 现在软件也好用了 切片软件什么都挺好用的 然后第二天 我和某个老师就开始 纷纷的自己画图了 各种画图 各种画我们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给我们家的超容波清洗衣 打个支架啊 给某个老师 给家里打个这个啊 那个啊 反正还打了不少东西 说说体验吧 某个老师 这个 你算是云打印的 我这哪 画完图都发给我打 我这还没体验呢 特别郁闷 对 是这样 这个我说说 我这新路历程啊 就是珠峰自从在群里的 开始晒3D打印的东西 我这就种草了 种草了 结果呢 发现618有活动 就等了半个月 等着活动下单 结果呢 活动 又堵着发不出货来 反正到现在还没到呢 但是我借这个时间 我在干嘛呢 我跟这个 正好跟珠峰不一样 相当于我在打印这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实操经验 我把所有的技能点 都点在这个建模上了 嗯 所以我 我用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系统学习了 Solidworks 厉害了 这是这是著名的打索公司出的一个3D建模软件 我发现现在这个就像珠峰说的这个3D打印现在为什么感觉成熟呢 我的一个直接感觉就是标准化了和整个工业界对接起来了 嗯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建模软件 你就可以无缝的导出 3D打印要用的输入 对吧 嗯 而这3D打印所有的材料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都是标准的 它只需要在打印机上调调参数 应该就可以适配 对吧 嗯 这个虽然我还没实践啊 但是我看资料都是看起来都没有什么说这个材料还有很多种你要跟那个头要适配好像头都一样 头都一样 对 对这个我觉得和工业界只要能对上这件事就比较成熟了 嗯 所以我现在每天是什么呢 日拱一卒啊 就是每天画一个3D的建模 当然我画的 就是节目之前的那个flag啊 对对对 我画的建模都是零件型的或者是小东西 不是这个手办啊 因为Solidworks本来是画零件的嘛 它不是画那种特别复杂的人物之类的东西的啊 现在这个这个画图的速度比较快了 我觉得我就等这个 现在我觉得对提个需求某个老师五分钟就给画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我就等这个打印机到货了啊 对 说说为什么我们同时对这个东西开始感兴趣了 一方面这个疫情在家待着风控在家 这无聊是肯定是一方面 就是而且好多东西呢 就就不好买 就是买个小配件什么的 我觉得还不如打一个了 现在一看 就是这肯定是一方面原因 但是呢 再有一点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干总多年互联网啊 就是携带码 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 驾轻路鼠是吧 五分钟码的东西出来 这很简单 但是在物理世界的创造 跟在互联网世界上写代码的这个体验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某老师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它都是创作 这个就和我写blog 我觉得是同一回事 就是就是你 你总要把你这个创作的欲望 通过某一个路径能够输出出去 这个输出出去 如果能被人看到并且被点赞 那就特别开心 至于说你创造的是代码 是文章 还是一个3D打印的一个物理的东西 其实都是创作 这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呢 我为什么有点沉迷呢 是因为 其实我本人在大学的时候 并不是学习算机的 我是学造船的 我是这个少有的这个上大学期间 机械制图和工程制图满分的人 所以咱俩差不多 对对对 这个这个心里一直存着点画图的 这个这个 还有点技能点 对有点技能点 你说要不用浪费了 对吧 所以碰着这个点呢 就突然特别种草 它还不是一般种草 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一定小白的 现在它打那种基础 就拿基础打这事还行吗 它是有那种粉末瓣是吗 对 有金属的一种热成型的 用金属粉 嗯 它相当于说 这个每一层都是用一个激光 把那个金属粉弄化了 粘在上一层上边 然后就再来一层 它其实原理有点像光固化的 那个树脂的原理 比如我想打个戒子 现在能不能做到 这个我可以说案例了 就是打戒指这件事情 三年前我们另外那位做珠宝的嘉宾 杨总他们家就开始这么干了 但是当然他不是说直接打出一个戒指来 拿金字打出来 他是打出一个毛坯是吧 他是打出一个模型 然后翻模翻成蜡模 把金字灌进去 出来就是那个戒指 但是以前你想去做这个戒指 是拿手工把这个蜡模抠出来 效率是非常低的 对 他现在就是用那一台树脂的打印机 他做出来 因为树脂的精度高 他做出来一个膜 然后翻成阴膜 然后把金字灌进去 他要翻来覆去 搞好一次 比如说他用一个高精度的树脂的打印机 他先做出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模型 打出来了 然后再把它灌到硅胶里 然后再抠出来 这硅胶不就成了一个模子吗 然后再把蜡再灌进这个模子里 再把硅胶打开 这就变成一个蜡的戒指 然后就可以用我们传统的施蜡法来做金属器件了 对 就是这么干的 目前还不能直接打进 对吧 或者打的精度还不够 对 没错 精度不够 或者是浪费太多 你拿 毕竟是拿金字 可以拿银子吗 对吧 银子就便宜多了 对 但是金属 这叫金属沉积技术吧 这个技术 现在在一些大型的工业制造的领域 是有一些应用的 你是3D打印 对吧 3D打印 因为你想 3D打印一个零件出来 介质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 它拿锤子锤的效率 肯定比3D打印要高 但是你的表面的这些抛光之类 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了 BD你要戴在手上 对 他都要再做处理的 你甚至在里边可能要克制 对吧 谁谁谁送的 这个我觉得 等你们先把这个玩明白了 我们看后边有没有机会 搞个什么基础的 对吧 咱能挨个来 反正每一类是有每一类对应的 这个最适合打的东西 对吧 对 没错 没错 好了 正确以后我们可以靠这个就业 对有点远 老年人在就业是吧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在那个淘宝和商 是不是有很多都是承接 3D打印的这个活的这种商业 对 有承接画图的 有承接打印的 各种 那你如果说我们假设可以一旦是 给的都给的搞定 而且价格合理 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事 对吧 至少这是一个生意吧 做这个生意的人 我目测还是挺多的 如果在这个方面搞点事情 还是得再找一些特殊的角度才好 这个就是咱们先玩 万一玩成专家了呢 对吧 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意思是在于说 他把制造业的技术往前垒了一步 往前推进了一步 迷雾化了 以前制造业是什么样子的 以前制造业就是你设计一个零件 交给这个车工洗工 就是所谓车前洗豹 这四大工 交给他们 然后他通过各种各样对金属的这个加工技术 从一个铁坨子给你加工成这么一个零件出来 这个中间的耗时 还有中间因为人的这个操作带来的误差 其实是很难去给它精简下来的 就会把这个事变得非常难 你看以前的工厂里面 都是你进到厂房里面一排车床 每一个工人都在那 用手工把这个零件车出来 一个一个的 然后经过检验 好你这精度没问题 再进到下一工具 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后来我们发明了自动车 就是我们通过秃轮去配合这些刀 去把它做成一个自动的这个切削的这样一个工艺 把这一个一个零件做出来 它效率提高了 但是它的编程难度非常高 因为是纯机械的 相当你造了一个八约盒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你把那个 你要造一堆秃轮去控制所有的刀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专门学过 我也学过 这非常复杂 你要拿一张图纸 把它翻译成代码 然后还在用那个破屏幕输进去 对 它变得非常复杂 你说的那 甚至说第二步 你说那已经是CNC的那个阶段了 当时是 真的是人肉把那个秃轮做出来 然后嵌到机器上 是真的通过一个纯的机械结构去控制刀的 后来是通过电子步进电机去控制它了 那就是后来CNC这些东西 但是效率很低 浪费很大 因为它是一个剪材制造 就是我把一个铁驼子变成一个圆柱体 这个时候那些材料其实是浪费掉 被切下去了 就变成了废料 浪费也是非常多 那3D打印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增材制造 它浪费极小 非常少 然后呢 同时它可以实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制造效率 或者一个所见即可得的一个效率 比如我做一个领件 以前我们想做一个塑料壳子 这件事麻烦了 非常麻烦 你别管做多少 只要你量产 十个也要量产 先翻模去 给图纸翻模 做一个模具 这个模具是有成本的 几十万 然后我拿这个模具 到住宿厂 租宿厂把这个东西一个一个住出来 然后就出现一个事 你订十个可能是十万块钱 但是你做一千个也是十万块钱 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这个边际效益 你没法提高 但是3D打印 你看现在 比如我打一个 现在我拿它打一个树莓派的壳子 我翻什么模 我快递都不用等 它就出来了 能用吗 也能用 好看吗 也还行吧 反正够用 它就够了 但是以后 随着加工精度的提升 技术的提升 它可能会越来越成熟这个东西 它就对制造业产生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别管从效率上 从边际成本上 还是从材料的环保上 它都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现在技术还没有这么成熟 比如说它的精度 现在这种打按机的精度 只有0.2毫米 它的精度 标称的误差 加工误差 0.2毫米 其实精度是很低的 你要打一些 要比较精细的东西 是挺难的 材料的准备也不是非常多 对 也不是非常多 而且现在也有一些局限了 比如说还是要求大家动手能力 你得懂机械制图 你得会画图 这件事可能就难倒了90%的人了 你只能从网上下一些现成的模型打 或者你在群里找某个老师 让他帮你画 对 只能是这么着 它不是开枪即用 它跟2D的打印机不一样 2D打印机 你我握的 有打PS 你敲净字 它就能打出来 这个不是 再一个 材料品类 刚才我说很多 但是它有一个通病 就是它不抗潮湿 稍微一受潮 这个东西就没法用了 尤其那PLA的材料 稍微一受潮湿 我这有一盘材料就完蛋了 就是稍微一受潮湿 它打的精度 拉丝 等等 这个问题就全出来了 所以你得有一个好的保存条件 你得放到一个防潮的箱子里 盒子里之后 给它保存好 对 基本上 它现在材料应该都怕潮 尼龙是最怕潮的 ABS也怕潮 反正还是有局限性 有局限性 但是蛮有意思的 是一个能看到未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最近就当成大玩具 玩了玩 当然我们看看 舒西今天也在跟我说 看看要不要拍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 也可以先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我们视频号就是津津乐道播客 大家在微信里面可以搜 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 我们的抖音号也叫 津津乐道播客 然后也可以都搜到 而且我们已经把上一期的乱顿的一个 混简的视频节目也放在上面了 大家也可以去收看 也就是把这个乱顿的节目变成了一个短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看 也蛮有意思的 最近舒奇在研究这件事 对 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我们最近视频有没有更新 包括最近罗德 就是陆伯克同学都知道这公司了 罗德他出这个录音设备 我现在用了录音设备 也都是罗德赞助的 他们最近又出了一些新设备 最近也是他请我们去做一些评测 我回头评测视频也会放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所以建议大家买一台3D的暗音机 回头我把连接 我们推荐的连接放在 我们也放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要不要搞一台 趁着618还没结束 搞一台玩一玩 我觉得最好是你出一个视频版 可能让大家有一个更明显的感觉 对 回头我出一个 甚至说 从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图子 从没有图子 到你怎么去做编辑 到打印出来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 可能会让很多人可以 比较好的去理解 对 回头这个视频我们搞一下 搞一下 然后给大家分享 我们发现的新东西 也不是新东西了 就是突然发现 它的技术迭代了 而且成本下降了 就可以玩一玩了 以前后柜的 而且也没什么适中价值 没必要 我印象中那时候 好像一个随便的 一个三天产器 都要三五千起 对吧 以前挺贵的 所以那天我看到 你说这东西只有七八百 我自己都觉得 好像那东西确实是比原来 就是你的精度变高了 更加使用了 价钱却在下降 对 它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期待你们的视频 我再看看 我设备到时候也要搞一个 好 当然这期论顿 我们也尝试了一下 让听友提前参与到 节目的策划当中来 所以我们在这期节目的之前 我们在我们的微信群里 发了一个话题 征集的活动 那关于 Kindle和Airbnb 退出中国大陆的 这件事情 也有很多的 听友给我们留言 这期节目里面 我们念到了一部分 但是也有很多 没有念到 但是大家留言的质量 我发现出乎意料的高 大家每一个人留言 都是长篇大论 非常长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完全在节目里念出来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 也欢迎大家继续 参与我们的 节目策划阶段的互动 念一下我们留言听友的名字 冷水煮面 缺根筋的李老师 小翅膀 KK 史林小刀 一阿宋 ELDNIK 卫星 中二网友 N图留词 老虎爪爪 白鸟 小男 北出口 咸鱼哥 NASAN点 思考问题的熊 感谢这些听友 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 怎么参与呢 就加我们的微信群吧 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 加群的办法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 去点击加群的链接 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然后回复加群两个字 还可以加我们小猪手的微信 然后小猪手直接拉群 也可以 我们小猪手的微信号是 DAO160301 大家加完了之后 小猪手也可以自动的去帮你去拉群 都可以 然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我们每期节目在策划阶段 就会来征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我都可以发了以后 配一篇blog 然后把大家的留言放在里边 可以 我把这期节目的留言share给你 好 那我们的这一期科技乱端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 朋友圈等社交媒体 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